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拉德码头举行 那么这次呢举行呢有七艘军舰供游客参观 在周末的时候就周六 然后哈喽大家好 我是宾主播 看到我身后了吗 这两艘驱逐舰 这是隶属于加拿大太平洋舰队 那么左边的这艘呢 就是温尼伯号 右边的这艘呢 就是温哥华 右边 在这个战桥的右边呢 还有五艘啊 就是叫海岸补给舰 或者海岸训练舰 那么这两艘大的呢 是驱逐舰 今天呢 又是加拿大的海军的 叫征兵的一个纪念日吧 然后呢 也是加拿大海军的一个 叫温哥华州的活动 那么现在呢 我的左手边 看这么多人在排队 他们有一个登甲板参观的活动 现在呢 排队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才能上加板 加拿大海军 没有像航空母舰 这种大型的作战的舰队 所以这两艘舰 就基本上已经非常好 今天呢 也是一个加拿大海军的 雇员和现役军人的 一个征兵活动的宣传日 所以有很多很多人 到这个战桥这儿来了解 这个情况吧 看看我左手就是 这是上舰排队 我们就不上舰 不排队 战舰目前是 带着全部的武器 对 看 这个舰炮也有 雷达 哇 那个炮位都可以进去 这个就是宣传的 拿一些资料 报纸 哇 这个小船 看看 小船上还有机关枪 看 看到吗 小船也在排队 他这个队也很长 可以跳过去 对 我们可以跳过去 走你 蹦 我还有望远镜 哦 这是介绍的 一个女海军 在介绍 给他们介绍旗语的旗子 可能 那好多旗子在那 哇 这个舰好大呀 那也没有这个舰大哈 你看这个舰多大 我的妈呀 这个是鱼雷发射管 皮特 你看 是吧 这是五艘舰 这个应该是那个 补给类的舰 所以他的武器装备 并不是这个舰主要的 而是 他可能为大型的战略 战略舰提供知识的 他没有什么重型武器 也没有鱼雷 也没有重机枪 只有船头有轻机枪 你看这个船 连武器都没有 这三艘船 皮特 你看这三艘船都没有武器 今天是加拿大海军的 征兵日宣传吧 所以人山人海了 很多人都到这里来玩 来参观加拿大海军的 这种军力的展示吧 非常有意思 这也是加拿大海军 第一次面对大众 来进行的这种 参观游览的活动 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到 加拿大海军的强大吧 好了 待会再见吧 好了 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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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